定数是什么东东呢? 例如这里 写着4乘以3的意思 也就是代表我一篮有4个球 这里一个就是4 3代表我有3篮 第二篮在这里 第三篮在这里 那合共有多少个呢? 那我们数快点 1234 5 6 7 8 9 10 11 12 合共12个 又或者大家加数加得好的话 4 加4 那就是8 再加多一个4 那就是12 那一样可以计算总数 那我们用这个表达法 代表我们 一个横行有4个球 然后我们合共 有1,2,3,3个横行 那它们双成 就是代表 像这个图那样合共有12个球 又例如下一条 5乘以7 那5代表什么7 代表什么呢? 看着这里 5呢 可以代表 5个公仔 1,2,3,4,5 如是者到这个7 那7代表什么呢? 就代表合共 我一共有七檔打動數下來的一排公仔 一排,兩排,三排,四排,五排,六排,七排 對了,合共有多少呢? 我們可以數快一點,又或者我們這次用加法 一個五,加第二個五,就十啦,再加五,就十五,再加五,就二十,不斷加 不夠了,在右邊寫 三十,加上這個五,就三十五 合共有三十五 如果大家看得不清楚,再數一次 這裡一個五,兩個五,三個五,四個五,五個五,六個五,七個五 合共有七個五,計算就是三十五 這樣呢? 沒有理由我們每次乘數都要這樣加法 所以呢,我們就要用一用我們中國人偉大的發明 九恩哥 好,這個表怎麼看的呢? 大家好像看到這個題目 九恩哥是由右手邊讀過去的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都是由右手邊讀過去的 那這個表怎麼看呢? 好像第一條一樣 四乘以三 我們一開始在這裡 一二三四 我們找個四出來 四就是這一欄 四三 四三是什麼? 看著這裡 四一 四二 四三 由右手邊讀過去 由右手邊讀過去 我們找到四三一十二 那麼這句的意思就代表 四乘以三等於十二了 那麼呢? 例如第二條這樣 五七 那麼先找到五 然後五一 二三四 五六七 五七 三十五 那麼呢? 就代表 五乘以七等於三十五了 那麼 那麼 下面這一張圖是 讓大家再看這個表看得清晰一點的 那麼呢? 如果大家不喜歡 用中文的方法記的話呢? 那麼 那麼 下面這裡也有一個 阿拉伯數字表的 那麼呢? 都說一說怎麼看 那麼 好像第一條一樣 那麼 四 乘以三是什麼? 要學回加數的看法 四 拉過來 三 打動拉過來 那麼這個就是十二了 五七是什麼? 五 打橫一條線過來 七 打動一條線過來 那麼 五七三十五 那麼 無論你用阿拉伯數字 或者用 中文九陰哥的方法 都是可以記到的 那麼這個表呢 大家一定要記住 那麼 這個表比九陰哥多了的就是 零這一項 還有十這一項 那麼 遲些再說 那麼 那麼 會有很多其他的方法 有些人會說用其他的方法 例如當大家 遇到九的成 九的成法 九的成法 這些數字 可以不用記得這麼辛苦 可以用數手指的方法計 但是呢 我覺得呢 這個方法 就比較麻煩 還有 得出來的效果 不夠反應快 那麼 例如有很多 有很多 電視劇集啊 有時候都會 偶爾說一說這個 trick 怎麼玩的 那麼有興趣大家可以 搜尋一下 但是呢 如果想 大家如果想 乘數成一塊的話呢 我還是建議各位 乖乖背了上面這個 無論 中文也好 阿拉伯數字版也好 那麼 這兩個方法 都可以幫大家 快點 記好 好快地 將一個 個位數成一個位數的答案 是一段 計算出來的 OK 成法第一集就說到這裡